歡迎 全民新宮殿 住戶請就位 歡迎回家 歡迎... 阿翔 雷佳哥 主持人好 阿翔姐 阿翔姐好 阿翔 阿翔 阿翔姐 阿翔姐 美美 歡迎... 歡迎回家 歡迎回家... 顏值太高了 這個 今天聽說有人來拍戲啊 各位尊貴的住戶 大家好 我是財富大樓的曾慕村 曾主委 聽說今天社區有劇組拍戲啊 我們就一起來探他們的班 這個戲啊 聽說相當的驚人 歡迎第一位 飾演工程師和雞同的張瑞佳 歡迎 這麼帥的雞同 第二位 飾演未婚小媽媽的 柏妍華 歡迎 第三位 飾演師母於她本人 養殖老闆 好 歡迎 第四位是家具企業家的宜正 在 還有第二位 現在是很少見的女木工啊 林文怡 歡迎 最後一位是環保精子的創業家 黃新浩 歡迎 這裡面呢 很特別 聽說宣傳的是我們的這個 超市的好戲 對吧 這句名叫做 阿杰 阿杰 為什麼叫阿杰阿杰 伊正應該是阿杰的本人吧 我不是阿杰的本人 我是阿杰的一個神秘人 對 妳是阿杰的什麼 阿杰是神秘人 阿杰的扮演者是王世賢 是瑞佳跟溫怡的兩個人的阿杰 對 把他們扶養長大 這個未婚小媽媽 很像沒有見過妳對吧 對 我是第一次拍戲 第一次拍戲啊 這也是我第一個節目 都獻給妳了 都獻給妳了 都獻給妳們了 都獻給妳們了 人家說獻給妳們了 人家說獻給妳了 獻給妳們 他來宣傳不是來禁貢的 他獻給我了 對不對 那還有一位黃新浩 也是個很特別的新人 對 妳本來就是演員嗎還是 是在宮廟服務的 他是全台灣最帥的雞同 最帥雞同 妳本身就是雞同 對 妳有靈異體質 對 聽說妳是有跟三間宮廟有關係 怎麼回事 因為我阿公留一間 爸爸開一間 媽媽開一間 所以我要接三間 宮廟跟房間不一樣的 怎麼每個人都有一間 每個人的使命不一樣 阿祖他們是傳下來的 然後爸爸媽媽 他們本身就因為靈體的關係 需要去接成別人的宮廟 所以才變成有這麼多宮廟 他現在就要做一個傳承吧 把它都可以集合在一起這樣 那妳看了這個帥氣的雞同 這假的雞同 張瑞嘉 你們兩個有對戲吧 有啊 有啊 你們投一個單位的對吧 投一個單位 好朋友 朋友 兩個戲裡面是非常 非常好的朋友 好 看來這個劇組的情感還不錯 十月十一號 每週一到週五 晚上八點 華視頻道阿見 好 給他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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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現在有許多朋友 都是第一次光臨我們的 財富大樓全民新功率 三點零的現場 是 我們要怎麼玩 有請官員會最高層級 主任秘書 熱辣惹火的蔡上華 來介紹一下遊戲流程 各位觀眾各位的職務 歡迎你們回到我們的 財富大樓 那接下來你們要進行 三回合的意志強達 只要答題中確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開啟我們的 競箱 拿到智慧心地 雷接心地最多的人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冠軍 能拿到 今天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呢 包含了 舒爽記憶床墊組 跟保健店雙人組 SPA雙人型 運動舒壓儀 以及雲霄飛車 麻將桌 希望大家用你的智力 換取財力 看看誰才是今天的智慧大富喔 第一回合 總答題時間一分三十秒 總獎金金額有十五萬 OK 第一回合意志開箱 蔡主立請出題 江水豆在瓷針 地上若均勻散開 表示地面平整 還是此處有凹陷 請搶答 張瑞嘉 地面平整 請揭曉 你有記錄喔 你看有沒有 我們現在的三點零就是 很平易近人的題目 沒有上影情這樣子 那應該拐兒抹角的這樣子 還會不會覺得是陷阱 他事實上是那個 現在沒有 不玩心理遊戲了 比例比較少 好 還是有 來 這位帥氣雞童 智慧新幣請選擇 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只能住頂樓是吧 高樓層 請開箱 三千元 繼續加油 請出題 燒金紙有學問 請問祭拜鬼魂時 只能夠燒銀紙 還是金紙銀紙都可以 請搶答 八樓搶到了 只能燒銀紙 一般觀念都是這樣子 金紙就燒給生命的 對 一般都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嗎 請揭曉 真的表示大家所知道的 是差不多的 好 其實在這個銀紙上面 它上面有貼的這個錫箔 它的金銀就是來分辨 到底要燒給哪一些人的 像是貼的是金色的 有刷上的金漆 就是要拜神明的 但一旦上面是銀紙 真是要擊敗好兄弟 這點千萬不要搞錯了 志偉欣賓 請選擇 我要選擇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對 妳可以再生氣一點 我是堅定 我沒有生氣 我是堅定 請開箱 九千年 請出 下一題 中黃術語 強潛地中家具聲 是在指顏色分配 還是預算分配 請搶答 顏色分配 不假思索 請揭曉 非常好 妳是裡面年紀是最小的吧 是吧 對 對啊 對 妳有顏色分配 二十歲嗎 二十三 剛畢業 恭喜二十三 太好了 成年了 好 妳忙妳的 來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會這麼選的 通常都是比較迷信的 六六大順 你看對不對 結果 我們就給大家講 請開箱 沒事了 別難過 有數字的只有你們前面三家 對 對 他們後面還不知道幹嘛呢 對 這是魚蕭飛車的開始 那個黃新浩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我有一次我在按 我有一次在按耶 我要確認一下而已 好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我想說這是不是沒電了 沒有... 電得厲害了 好啊 來 請出下一題 依據台灣歷史記載 正經還是蔣味水熱愛吃虛母魚 請搶答 依正口頭警告 案太早 下一次的話就失格 請回答 正經 你怎麼猜正經 為什麼猜蔣味水啊 師母語是南部名產嘛 正經是台南人啊 可能吧 你是台大的 講話要引經據點 正經 越老越欠奏 滿好的 請揭曉 好 因為這個正經 它在侏羅縣制裡頭 被大家記載說 它特別酷愛吃虛母魚 所以這個虛母魚 又被大家稱之為皇帝魚 但不得不說 虛母魚基本上 跟正家非常有淵源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國姓魚 因為它跟正經的老爸 正成功有關係 正成功被大家稱為 是國姓爺 而且他的這個家族裡頭 原省籍是在福建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一來到台灣的時候 吃到虛母魚的時候 他覺得很不錯 他就說這是什麼魚啦 然後結果這個聽到的人 就覺得說 它有香音 所以聽不太懂 他在講什麼 以為他在幫這個魚命名 所以就把它聽成了虛母魚 因此他才叫做虛母魚 來 請選擇 五樓之五 五樓之五 請看一下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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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好的 我們另外兩位朋友 我們會加油 我們還在路上 不要放棄 好 請出聲音 在公廟之一拜的時候 可以針對需求拜一位神明 還是必須要跟每一位神明打招呼 請搶答 這個巴鈺跟張瑞霞都亮了 能不能拿篩圈 剪刀 石頭 來 巴鈺 必須和每位神明打招呼 你自己是那個 你自己是那個教人 跟這個人是怎麼 你了解嗎 這個 我不了解 但是我針對一個就是 要尊敬其他的神明的心態 覺得必須要和每位神明打招呼 你就是 你去到人家家裡 你只跟你認識的那人打招呼 會不會很沒有禮貌 我是將心比心啦 各位神明 請揭曉 是禮貌對不對 四種禮貌 我就在常常想 我們在祈禱的許願的時候 是不是都聽得到其實他們 應該都聽得到吧 黃新浩 都聽得到 去一般廟裡 我們一定會先派玉皇大帝 就朝天拜樓 有順序 對啊 然後再朝神拜 是天公廟 對不對 然後再朝神明 從天公爐拜 然後拜完之後再朝內殿 然後再偏殿拜完 然後後殿這樣 就有一個順序 你答對了 來 你 我選擇 八樓之一 八一就是八玉 走到半天這裡面 最迷信的是你 八一就是八玉 頂樓 水塔邊 請 不要 不要幫幫忙吧 不要吧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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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財了 還早 還有五十二秒啊 就是 請出下一題 請問竹科工程師 將園區旁的金山街 稱之為新手村 還是發財路 請想答 這妳也知道啊 來 說 發財路 妳知道這條街嗎 我知道 我非常地熟 是新手村 對 妳幹嘛揭曉 誰都問我啊 妳太熟了 請揭曉 太熟了 妳解釋 妳知道為什麼叫新手村 因為說竹科工程師 剛進去的時候 就比較菜鳥 那個時候賺的錢 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都 通常都會在園區的附近租房子 這個地方呢 早上騎車去 也是比較快可以到的 然後呢 開始在裡面住了兩三年 就開始賺很多錢 然後就可以去買房子 買房子以後 他們就會逐漸買去 就是 比較貴的一些區域 就不會再住在這個 新手村裡 不好意思 答錯了 八玉 沒有關係 我自己消化 其實滿可笑的 自己注意一下 好不好 我先說下一題 請問塑膠袋發明的初衷 是為了時尚 還是環保 請小答 環保 塑膠袋開始發明之前 他是想說要讓大家重複使用 沒想到大家覺得 太好用了 就一直大量生產這樣 然後就 妳是真知道假知道 我是真知道 他平常不拍戲都在看書 妳念的學校是 台科大的電子工程系 所以剛剛那個我也知道 新手村 實際 不會 有點驕傲 有點驕傲 我懂 請 請介紹 好 塑膠袋其實在一九五九年 由一個瑞典的工程師所發明的 當時就是希望說 可以不要再砍伐那麼多樹木 用紙袋 所以才做了塑膠袋 沒有想到後來 反而是他希望大家可以重複的使用 結果大量的生產 因此還造成了環境的污染 所以也建議大家 其實塑膠袋並不是不好 而且只要我們重複使用 它也可以是一件 幫助環境去有序發展的事情 來 妳 寫一選擇 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喜歡邊間 寫一開箱 好難喔 好難喔 好像是現金喔 你們兩個女的開箱成這樣 妳把林文一放哪裡 我沒事 那妳再開箱 我們一起 不要再開箱 不要再開箱 太好了 妳這真是強了 是不是嘉義拍戲太熱了 真的滿熱的 你們腦子是不是有點問題 一點點 請 煮起來 請問廚房應該要用冷色調 還是暖色調的配色 請搶答 八樓有搶到 手真快 後面設計真的很快 來 暖色調 廚房是一家裡面 最熱的地方 妳還用暖色調 不是個敗食 暖色調 跟食慾比較相關嗎 因為有人想吃東西 請揭曉 廚房幾乎是其他一家裡 處於熱的地方 妳還暖色調 我在裡面煮個兩道菜 我就長廢子了 那家裡拍戲太久了 這麼簡單的道理 妳明明沒要下廚對不對 我是備料的人 我都是備料的 我沒有下廚 請出下廚 對不起了 今天在插箱的時候 用左手插箱 還是插歪可以重插是對的 請小答案 哪個是對的 左手插箱 右手插屁股 對不起 你那個插 跟那個插是同一個字 很不同 理工科的可能博文不適合 我想了解 妳這兩個插是同一個字嗎 不同字 但是有諧音 你現在去錄他另外一個節目了 怎麼 左手插箱 請介紹 對 漂亮 其實祭拜是有很多的學問在的 那因為右手 我們常常做很多其他事情的操作 所以會覺得說 右手較為不解 左手比較少使用 所以我們習慣上來講 左手插箱才是有誠意的 在跟神明進行溝通 那如果插箱一不小心插 完了也不能夠重插 因為你但重插的話 對神明不敬 你也會觸自己的眉頭喔 黃信浩 真的不小心插沒插好 不能重插 其實我覺得這迷信耶 對 我覺得沒關係啊 就是 真的嗎 對啊 如果你真的插太歪了 就燒到別人怎麼辦 我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辦 那我想問最大不盡的行為是什麼 最大不盡的行為嗎 在插箱這個動作 倒插箱 誰會倒插箱 有 以前就是 像有些廟裡面 有些 以前學一些不好的無術的人 他們想要去破壞這個廟的 香火跟風水 他們就會去倒插箱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 你要不要做一個 專家的椅子在這裡 你演示啊 自己開你一支 我也覺得耶 你做專家 你沒有來講啊 你讓那邊解釋 我都沒有講到 停不過我去當專家 他在講解 好 我們這個答對了 這邊 來 五樓之二 準備開箱 兩千 兩千元 最多有四題 好 請出下一題 請問 排球運動是根據籃球 還是羽球的技術發明的 請搶答 兩個人同時搶到 巴鈺跟 來 伯英華 誰 誰 誰 巴鈺請答 是根據羽球 好 請介紹 好 現在大家很風行玩排球 但事實上 它在1895年的時候 才被發明出來的 那那個時候 他們是先參考了籃球運動 在遊玩的方式 然後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可以讓多人 一起用一顆球就可以 大家都能夠在這邊奔跑 跟運動 所以他們稍作改良 才變成了現在的排球運動 對 真的想不到耶 二十二秒 好 請出下一題 房子可以分 星辰屋或中五屋 請問星辰屋 是蓋好後三年內 還是兩年內 無人入住的 請請答案 一陣 兩年 兩年之內 叫星辰屋 過了兩年就叫中古了嗎 請揭曉 來 一陣 智慧心臂 請選擇 五樓之一 五樓之一 打基礎開始 請開箱 你也剛好帳單了 我好不容易答對 帳單幫忙 誰的 誰的 你幫忙附的是 張睿佳的帳單 哦 張睿佳提供的帳單呢是 哦 管理費 一次付六個月 你付那麼多幹什麼 哎 有 方便啊 要不然常在家容易 重新錯 疏漏了 對不對 容易錯過了 一萬零九百八十六億 哇 哎 你忙著半天 你比林瑋瑜他們還少 就管到底 整個變付的 你幹什麼 爸爸辛苦了 怎麼辦 其實十三秒啊 還有可能抽到兩個帳單 是嗎 還有可能的 還有 來 請出 下一題 在香港地區 白醋指的不是醋 他是在指美乃滋還是米酒 請搶答 好 真的有下一題 一陣 美乃滋 你咋知道 難不然愛吃甜啊 美乃滋也有甜的 有鹹的 有原味的哪種 他們嘉義 兩面都加美乃滋 很甜 叫白醋 他們的美乃滋也叫白醋 因為嘉義地緣關係 所以你們才知道的 對吧 應該有很多人是因為 這一趟才知道的吧 拍戲這次才知道的 舉手 你看 你們以前也不曉得 巴鈺以前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他現在還不知道 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到現在還不知道 好老實喔 我不能亂舉啊 到現在還知道的就舉手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的 對不起 我忘了個選項是 到現在還不知道的 不知道怎麼選啊 對 換... 不要... 請接手 好漂亮 這一個 只有在嘉義剛好拍戲 地緣關係水少的 也了解一下 為什麼叫白醋 來 好 為什麼在地區的人 他們美乃滋不稱美乃滋 而是稱之為白醋呢 他自己跟這次時期有關係 那個時候 在製作美乃滋的 一個老牌的公司 他們是拿到了 這個日本師傅的配方 可是他看不懂日文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當時是口耳相傳 而這個配方上面 他唯一看得懂的漢字 只有兩個字 一個是白 一個是醋 那剛好其實 在美乃滋裡頭 其實也有用酸的東西 來去做原料 所以就把它稱之為白醋 對 我叫誰打對的 我打對的 這是你的翻身的好機會 翻身... 但是最精采的 就是再抽到一張帳單 來 請選擇 五樓之六 邊邊角角 聰明 帳單就放在這裡 來 請開箱 沒有... 金牌 金牌 最少的吧 小母 笑話吧 有 總比沒有好啊 一百萬 萬是很小 認真 我們官員會開一下會 我真心覺得 這一根不到五百了 這實在很尷尬 沒辦法反映到物價 太侮辱人了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請主題 墨西哥美食 除了捲餅之外 被認為是神的食物的是 螞蟻卵 還是烏龜蛋 請選擇 巴鈺按得好快 巴鈺 來 答一下 螞蟻卵 我似乎有在那種 紀錄片上面看過 他們拿這個當食物吃 來補充一些這個蛋白質 請介紹 漂亮 好 其實在墨西哥他們 有個傳統美食 是螞蟻卵 其實在十四到十六世紀的時候 在阿茲特克時期 他們就已經開始吃這道食物了 那個時候 國王認為 吃螞蟻卵 是可以讓他們更有活力 而且變得更強壯 所以又被稱之為是 阿茲特克的魚子醬 到現在其實 在墨西哥的一些餐廳上面 還可以吃得到這道食物 它吃起來 有一點點的腥味 但是很像發酵過的糯米的味道 螞蟻都這麼小 它的卵子怎麼吃呢 對啊 它比蝦軟還小 比蝦軟的吧 重點是大小 親愛的 我們不能因為冰雪聰明 就亂猜啊 好不好 還比蝦軟的 來 四位新幣請選擇 我選擇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請開箱 再加一萬元 就這樣子領先了 來 六樓之二 第一回合結束 三位加三千元 維化兩萬元 巴鈺三萬元 以正負四千八百八十六元 不簡單喔 林維宜跟黃信浩 目前淡薄名利 繼續加油 給兩位領先的鼓勵一下 對 巴鈺三萬元 巴鈺三萬元 你太棒了 好了 很好 我希望你可以一直開心到最後 好 好的 第二回合 會有不一樣的氣質 氣氛會不同 走到你時間一分三十秒 到二十四個箱子裡面 目前總獎已經到了二十萬 來喔 把節拍節奏掌握好 尤其是後面兩位朋友 很好吃這個 我們會加油的 會 讓那兩個 小丑跳樑 小丑跳樑 不要這麼說 對 沒有 請出鏡 請問六神五主的六神 是在說內臟還是情緒 請想答 巴鈺那麼快啊 來 答案是 是情緒 請揭曉 好 這是六神五主 在古代的說法 我們哥哥的臟氣呢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神明 而且各司其職 所以其實包含了我們的 心肝肺肾皮以及膽 都有一個神明存在 因此當我們心煩意亂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代表你整個人 連臟氣都不好 心肝肺肺肾 再加個答案 好 六神 好不好 再出 下一題 請問虱目魚的養殖餘溫 應該要用 潛瓶式的餘溫 黑式深堵式的餘溫 請搶個答 漂亮 黃新 來了 這跟你很有關係 對 潛瓶式餘溫 深堵式是什麼 我不知道耶 拍片現場很淺的感覺 對 我們拍片現場很淺 對 看起來他們都會在那邊 活掉掉的 對啊 請介紹 深瓢 好 因為潛瓶式的餘溫 它比較淺嘛 所以因此很容易受到 溫度的影響 那一旦含六來襲的時候呢 這裡頭養殖的餘賴 就很容易因此死亡 所以才要用深堵式的餘溫 確保他們的溫控 有道理 這忽略掉 可惜了 好不容易講到的 好 來 請出 下一題 請問 澎湖天后宮 和陸港天后宮 哪一個為一級古蹟 請搶答 張瑞家 陸港 陸港 你知道澎湖有多早嗎 不知道 清朝 所以 就不知道是哪一個皇帝的時候 請介紹 你有去過澎湖天后宮嗎 沒有 小小一間 在老街旁邊 小小一間 然後門口的那個 他的文獻上面 那個斑駁的那樣的 太感動了 早就弄在那了 清朝 那個古蹟 那是古蹟 寫出下一題 把握木雕前要先洗手 還是夏季木雕容易開裂 哪一個是正確的 請搶答 依正案的燒塊 過 答案 夏季木雕 木雕容易開裂 為什麼 溫度的關係 潮濕囉 就是 這個藏人說 木頭要先進水 才好雕嘛 不然它會容易裂開 所以夏天木雕容易開裂 請介紹 好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 那個木雕它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不斷的熱脹冷縮 然後再加上它比較容易乾燥 才會因此開裂 但是要記得 因為我們在把玩玉 或是這些木材的時候 我們的手上面 都還是會有一些味道跟油脂 所以因此呢 你在把玩它之前呢 其實我們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它越來越滑潤跟光亮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先洗乾淨 否則很容易被它洗手緊去 為什麼有人在第二回合 有人答對這個 沒有 怎麼會這樣 時間已經過了快三十秒了 請出席 台式的餐菜料理 五根長旺的旺字 原來是指沸騰還是血 請搶答 好 巴鈺師格 對不起 除了你不能按其他都可以 請搶答 音證 來 請說 血 血旺嗎 當然 建議揭曉 來啊 好 因為其實我跟常旺 他是台式傳載 是經過改良的 當初本來叫五根長血 那因為裡頭是有這個 這個鴨血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豬血 鴨血之類的 那但是因為叫長血 聽起來實在有點不吉利 那來大陸的說法 然後會說毛血旺 所以就乾脆取了旺這個字 來 代替血 來 宜正請選 八樓之四 這一回合你們會很有感 因為剛才的那些獎金 都是你們CB笑臉的 孽傑有沒有 對吧 但是會有鄰居幫幫忙 什麼... 來 請開箱 精彩啦 準備翻轉啦 厲害了 四百 厲害了 誰要如何有獎 我今天要買得到 不要跟著我買 請把你買的號碼告訴我們 怎麼會最低的 你是我的朋友當中 最衰的一位 不要放棄 請你住下禮 請問金紙的壁紙 是依照中間 錫波紙的大小 黑是紙張大小決定的 請想答 張瑞加 錫波紙的大小 中間錫波紙的大小 對 請揭曉 那個地方有留看到 整張滿滿的 對吧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這也是comment sense 但很少燒紙錢 那就不曉得了 非常好 來 直接請選擇 七樓直六 七樓直六 請 開箱 一萬九 有感了 我有感了 有感了吧 有 有 馬上跳到第二名 就這種感覺 就這種感覺 我也超有感 可不可以跟著四百 冷靜 你要冷靜 來 請出下一題 嘉義縣扶子是 是泡麵創始人 還是罐頭創始人的故鄉 請搶擋 沒有嗎 我罐頭創始人嗎 罐頭 罐頭 請解決 沒想到 日清 你們不知道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我們到日本 很常買那個日清泡麵 其實他的創辦人 本來是台灣人 那他後來因為二戰時期 跟他的家人移居到日本去 所以才後來在日本創立了 現在非常有名的這個 日清的泡麵 而且它的這個雞汁口味的泡麵 也是一泡而紅 嗯 好吃 台灣民間故事的 白賊七 是在說二人沒有好下場 還是善用小聰明的故事 請搶檔 巴鈺 就是 二人沒有好下場 這麼氣啊 氣什麼 好 請介紹 好 白賊七 他就是一個很愛在鄉裡裡頭 欺騙別人啊 惡作劇的一個角色 所以大家其實都不太喜歡他 那雖然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版本 但他最後幾乎都是蠶死的 這個結尾來收場 就是要告誡他人 不要做像白賊七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 解音選擇 我選擇 五樓之三 好 你的位子 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 準備開箱 好 好 千萬 你好厲害 又來了 好可憐 我們要給我 看來今天運氣是不錯 我今天健康是四百塊 是不錯 運氣是不錯 站站公 你站公 你們剛好就站在隔壁兩個 貧富太懸殊 貧富長期 真的有富耶 我的天啊 大家跟著我一起買房吧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電收新屋廁所的時候 自備紅色藥水 可以檢查油無漏水 還是檢查水質 請一項答案 三位家真快 油漏水 來 請介紹 漂亮耶 好 到了這個新家 如果你想要檢查一下管線 有沒有漏水的問題 可以先自備一瓶紅藥水 那因為你把它加進去之後 你就開始開水或沖那個馬桶 一旦它其實有漏水的話 它其實在附近就會滲漏 你如果是一般的水 它就是白色的 你也看不出來 到底是 是不是 就是自己不小心潑灑到的 但是如果在不合理的地方 滲出了紅色的這個藥水的污漬的話 你就可以趕快去跟他們講說 這個燕烏是需要再去做改進的 看到不尋常的顏色 漂亮 運起來 請選擇 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請開箱 一萬元 現在 拉尾盤衝到第二個位置了 那個 郭小姐 沒事啦 勘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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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氣又完了 請出下一集 王者火化時家屬 叫貴給為的原因 是要使喬神放行 還是要提醒王者前進 請搶答 勘慮 提醒王者前進 因為我阿公過橋的時候我叫 他過橋的時候是你叫的 對 我叫的 你有影響到阿公的心情嗎 我還 對 對 叫了叫了他就捨不得走了 什麼之類的 不過我怕他忘了走 怕他在後面 對 所以要叫他往前走這樣 阿公在後面妳看到了 我猜的 要問專家 要問專家 問專家今天沒事做 通常通常都還在最前面嘛 有傘撐著 然後拿著牌位啊什麼的 那是不是就跟著會跟著 就跟著呢 還是 對啊 會跟著啊 因為我們家其實本身 真正的職業 是做殯葬的 你做殯葬 對 我們家做殯葬 所以一般一把傘 真的能夠撐住他 就是讓他那個靈界 就是在傘下 那一般我們會說 阿公過橋 阿嬤過橋 或是進電梯進家門 要過門 還是上橋下橋 都會跟他喊一下 因為 不喊他又忘記走 他們是一個 我們會講 心蒙 就是剛過世的人 他們靈界還沒有那麼熟悉 他現在的 這個 這個靈體狀態 所以我們要去提醒他 他們會隨著那個鈴聲 還有那個 就是我們在喊他 會跟著走這樣 好妙喔 有個註解 你要不要住這邊啊 好 好像需要 真的耶 請介紹 真的 真的耶 是喔 因為呢 在每個橋墩上 都有一個橋神存在 他的這個存在的目的 就很像是陽間的警察一樣 他並不會隨便的 讓這些孤魂野鬼放行 因此呢 即使啊 這個家屬呢 就要不斷地 呼喚這個王者的名字 提醒他們要過橋囉 那因為呢 家屬跟他們的磁場 也最為相近 可以讓他聽到 也能夠對上頻率 才能夠避免這個王者 因為害怕橋神 沒有上橋 這叫橋神放行 可是他這個的話 一般的話 我們就不會讓家屬叫 就會讓骰公 還是他們去處理 因為他們才有這個靈性 可以去跟他們溝通 我們家屬面對 對 一般應該只有前導的 這一個師父啊什麼的 對 因為說法會跟我們 才會知道怎麼跟橋神 溝通嘛 對不對 對 這說法跟我們的比較不一樣 應該都會每一個地界 應該都會有一個掌管的人 對啦 你會穿過這個 對不對 畢竟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迷信 我自己也會覺得 有些人真的就 隨便處理也有 當剛過世就火化 就監察也有 對啊 怎麼過橋 對啊 十三秒搞不好就 可能會有兩題喔 來喔 請出下禮 歷史上的貓咪間諜計畫 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貓咪出車禍 還是貓咪跑去抓老鼠 請搶答 貓咪跑去抓老鼠 很可愛喔 貓咪 貓咪跑去什麼 抓老鼠 請揭曉 貓咪出車禍 我以為要很荒唐了吧 我也覺得 好 CIA他們曾經有一個計畫 他們覺得說 讓這個人的見點去監聽 實在是太困難了 很容易就會被發現 如果我讓一些小動物 去靠近我的目標 在牠們身上裝一些監聽器 是不是就神不知鬼不覺了呢 所以因此 他們花了將近3.6億台幣 打造了一群貓咪間諜 而且在1960年代的時候 第一次 讓這隻貓咪間諜出任務 沒想到第一隻出任務的貓咪 在還沒有靠近那個目標 過馬路的時候 就被車給撞死了 所以這個計畫 就宣告失敗了 好荒謬 好荒謬 而且1960年一千萬美金 有多少啊 對啊 可以買一個國家了 我知道 結束 第二回合結束 沒有錢還是沒有錢 付的還是付的 非常好 三萬兩千塊錢跟五萬 兩位領先的 五萬了 掌聲鼓五萬了 五萬了耶 發財了... 接下來請巴鈺跟張瑞嘉 進場我們的冠軍陣奪賽 漂亮 厲害 漂亮 感動人的時刻到了 忍我說一句 來 你長得好像我阿姐喔 阿姐...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 東升超市 華市 阿姐 強行進入 阿姐蒙了 阿姐蒙了 路久了都知道這個沉默是很重要的 比較好幾 來 兩個人準備要好好來攪築一下 今天我們最後的大獎 好的 各有自己的三十秒鐘 這是你們自己答題的機會 是 但是 裡面會有獎金的金額是你覺得 可以讓你穩抽勝券的 保留兩次 來 拼了 巴鈺現在是五萬領先的人 先答後答 我先 我後答 張瑞嘉準備 請處理 青紅皂白的皂是黑色 還是皂青色 皂青色 皂是皂青色嗎 請介紹 前面已經有青了 怎麼還在皂青呢 換邊髮球 請處理 請問豬跟牛 哪一個動物不能夠仰望天空 我嗎 快 豬 你多浪費了兩秒 豬 我說豬跟牛 哪一個不能仰望天空 然後他回答 我嗎 你不能仰望天空 你不能仰望天空 這個事情 沒幾個人知道吧 對 我都是這樣走路的 豬 請介紹 當然是 拿來 因為豬子會挺 他不會抬頭 來 請選擇 我選擇 八樓之三 不妙 我會說張瑞加不妙 因為他第一題就沒有答對 不妙 八樓之三 收不收 保留 保留嗎 平均了 已經在一個平均值了 我接下來再一個 如果高過一萬五 我再保留就好了 我就穩穩了 他就追不上對吧 對 張瑞加 你必須答對 八樓 你不要影響我的當事人 惡靈 請出下一題 請問 拔河跟大衛王比賽 哪一個曾經是奧運項目 大衛王 你看過啊 拔河目前還沒有奧運項目 請介紹 整天節天 怎麼會 不是 他怎麼可能 會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不是 因為我是八二國手啊 對啊 他已經是八二國手 只有世界盃沒有奧運 曾經 曾經 曾經有 曾經 大衛王拿來比賽 做節目都已經勉強了 拿來比賽了 發育準備 請出現 請問 請問 彰化和屏東 哪一個城市 台灣高鐵 未設立停靠站 屏東 請你接繳 屏東不是已經規劃了嗎 就還沒有啊 還沒有設置啊 是規劃還沒設置是不是 來 請選擇 我選擇 六樓之一 國廟 國廟 我說張瑞加國廟 對 我說國廟 你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 一萬三千五 收不收 哇 先不收 來 趕快張瑞加準備 請出 下一題 請問 台語蜜婆 是指蝙蝠還是炸猛 蝙蝠 你怎麼知道 厲害耶 你真的會講台語 我覺得炸猛是那個 超妹藥是不是 蜜婆嘛 對不對 對 請介紹 沒有問題 來 請 選擇 一定要選到兩萬五以上 兩萬五就好玩囉 祝福你 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準備開箱 一萬三 要不要留啊 要不要留 你剛剛保留過沒有嗎 沒有 十三秒也大概就兩題 要不要先縮短差距還是怎麼樣 好啊 要不然你沒什麼機會 對... 後面兩題再戳一題 就沒機會了 四萬五 這麼差 剛好差兩萬 八喻再答對 估計你應該就被打趴了 來 八喻請 其實是用魚漿還是木薯粉做的 魚漿 魚漿就答對了 來 請借腳 非常好 來 八喻 他在選到你玩 來 請選擇 我選 七樓之舞 七樓之舞 打趴他 準備開箱 一萬二 我不要 我要再拚一個 你忙你的 張睿佳準備 請處理 請問英文單字 TANGRAMS是指 包含所有字母的句子 還是全是母音的句子 包含所有字母的句子 包含所有字母的句子 請揭曉 你真的知道耶 你好厲害喔 我厲害耶 把它拚了 三秒 來喔 拚了... 你現在沒有超過兩萬 等於就輸了 所以... 好 請選擇 六樓之三 六樓之三 會有超過兩萬的嗎 刺激喔 當然有 準備開箱 有吧 怎麼了 你看到了嗎 只能要請收 因為沒有時間 對 現在八月看能不能再 多增加一點 業外收入 如果我得到獎品 我也可以分給大家 你忙你的 請出最後一題 請出最後一題 包含用的乾性保濕龍 是可回收還是一般垃圾 可回收 可回收嗎 請揭曉 我有在丟垃圾 你有在分類 我有在分類 對 請選擇 我選擇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準備開箱 滿了 少五百 加五百 加一萬一千五 加幾 還有啊 獎品差不了太多 沒有啊 七萬六千五百元 公司獲得 謝謝 謝謝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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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送給八月什麼禮物啊 好 我們送給八月兩項大獎 第一個是 是會關SPA雙人行 專為講究就是品味著張森打造的 一個精緻整體SPA紀念 身上身心每一個角落 身身療癒的殿堂 進行享受豐富健康的心靈之美 另外一個是塔尼塔十二多一 藍牙八點四體組成績 可以測量你的體脂率肌肉量 身體年齡等十二項的數值 針對四肢個別呈現的肌肉 跟脂肪的指數 透過藍牙連結手機 讀一下個肌肉品質測量 精準頭腥的肌肉狀態 你在忙什麼 到底 好了 他們今天呢 特別是整個劇組 來我們的 來我們這個財富大樓拍子 來做宣傳 為什麼觀眾不容錯過的原因 好不好 來 從最左邊開始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八點檔 然後裡面的演員非常的 卡絲非常強 來 我 這是 重心雲集 然後 八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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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第一次 在裡面演極童 然後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個角色 來 另外一 好 我就代表那個 我們目光修復師 這齣戲的一個中心的理念 就是東西壞了可以修復 那情感壞了可以彌補 但還能夠回到最初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嗎 妳幹嘛把我的話講完 最新的金智八點檔 大學跟妳看得完全不一樣 好 寶玉 再出去講的是關於遺憾 人生有太多不可避免的遺憾 但是如果妳看了阿叔 妳的人生保證會少一個遺憾 所以十月十一號開始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 除了華視頻道 還有東升超視頻道 是的 可以欣賺這個呢 非常精采 寒動人心的阿姐 給他們支持 謝謝 完成了阿姐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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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叫要帶點喜悅 你叫好像有人溺水一樣 阿姐 阿姐 好啦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妳的智慧 累積妳的財富籌碼 打開金庫的智慧籌碼 智慧密碼 就在週一到週四晚天九點 全民新攻略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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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飯菜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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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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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